什么?这怎么可能? 此刻,在场的所有神兽之人便是看到了这一面 面色顿时开始变化 每一位脸上都是挂着震惊之色 他们知晓那位壮硕男子所施展的招式有多可怕 可以说在第一序列神之下 这一道寒冰纸的威力可不是任何神奇强者能够轻易撼动的 因为其中所所蕴含的寒气 乃是融合了诸多稀有的寒冰之气 方才能够达到如此可怕的程度 所以,就算是寻常的神力 若是与之对抗的话 就算不被冻结 也会被延缓神力的流动速度 而眼下,竟然是直接被这位仅有第三序列神势力的硝烟 给如此轻易地破解了 既然你以寒冰之力送了我一份大礼 那么接下来,我也送你一份超大礼物 说完,硝烟也是微微一笑 眼神确实充斥着一片火芒 旋即她的袖袍一挥 只见得那绚丽的火焰直接以硝烟为中心 朝着四周快速地蔓延而去 随着绚丽火海的浮现 这里的空间温度再度有着明显的提升 如此可怕的火焰之力 也让得不少神兽之人感到一丝惧怕 情不自禁地开始暴退数千米开外 生怕被这一道绚丽火焰给吞噬了一半 绚丽的火海不断地扩散 其中的毁灭火焰也是疯狂地涌着动 下一刻,便是有着一道巨大的火龙 从火海中咆哮而出 对着那寒冰只洗卷去 巨大火龙,其上有着绚丽火焰涌动 释放出可怕的毁灭波动 众多的惊骇目光望着那道巨大的火龙 皆是面色变了变 显然是从中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威胁 就算是壮硕男子是第二神的实力 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之感 当然他也不是简单人物 在祖龙族之中 他也算是同境界中的佼佼者 同样也经历了不少的战斗 当即深吸一口气 调整了心态后 硬法一变 只见得那寒冰纸之上 立即有着冰蓝色的光芒涌动而起 寒气弥漫间 就直见那寒冰纸也是愈发的变大 那股寒气也越来越可怕 而也就是在此时 巨大的火龙带着绚丽的火焰席卷而来 没有丝毫的犹豫 瞬间将那寒冰纸给笼罩了进去 而就在那绚丽火焰将寒冰纸笼罩在内的时候 那壮硕暗自的眼中 几乎是在这一瞬间 有着惊骇之色浮现而出 因为他察觉到了 这些绚丽火焰的席卷所过处 他的寒冰只竟是 被那道带着炙热毁灭的绚丽火焰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开始融化消融 那种绚丽的火焰 竟然已经霸道到了这种恐怖的程度 这不可能壮硕男子紧咬着牙 在其背后 也是有着浩瀚的第二神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寒冰纸之内 不过不管他如何加持着这道寒冰纸的力量 那绚丽火焰 依旧是不急不慢地燃烧而过 绚丽火焰所过处 连同 境界第二序列神都壁之锋芒的寒冰纸之威 都无法抵御 那股霸道炙热的火焰力量 以肉眼看得见的情况下 迅速地融化 壮硕男子的面色 变得苍白无比 冷汉不断地涌了出来 他的最强招式竟然 无法击败第三序列神的硝烟 在场的那些神兽之人中 那些原本抱着看好戏心态的目光 也是在此时忍不住的变化 就连祖龙族的众神掌的眼神 都是威名地盯着硝烟所施展而出的绚丽火焰 就算是他们都感觉到 这道绚丽火焰的可怕之处 似乎也是感到了一股心惊 这种火焰在那最高处的石台上 大神掌以及二神长三神掌 那原本古井不拨的脸庞之上 在见识到了强大威力后 也是掠过了一抹亚异 这种绚丽的火焰 似乎也很不一般 虽然不是神火 可是却依旧有着 能够吞噬万物之能 看着那寒冰 只在这道绚丽火焰的霸道吞噬下 不少神兽之人 都是惊呼出声道 真是好霸道的火焰 绚丽的火焰 催枯拉朽地燃烧着眼前的一切 也是紧咬着牙 即便他心中 感觉到了浓浓的不安 但他依旧没有认输 眼神一变 一股冷冽之气 紧紧地盯着萧嫣 试图寻找反击的机会 还真是倔强 萧嫣察觉到那位壮硕 男子的不服气 目光 眉头也是微微皱了皱 再没有丝毫地留情 袖袍一挥 直接将那绚丽火焰 尽数地收回体内 紧接着他的黑色眼眸中 泛起了白色火芒 一道比起刚刚绚丽火焰 更强大霸道无比的白色火焰 顿时从萧嫣那袖袍一挥下 猛然席卷 直接是将那寒冰 只彻底地笼罩而下 萧嫣知道 不管他在哪里 想要让这些人 心甘情愿地臣服下来 他就必须展露出 令这些神兽之人 都忌惮的真正实力 所以萧嫣现在 所需要做的 便是震慑在场的 所有神兽之人 而想要达到那种效果 就得以雷霆手段 不能隐藏实力 虽然你的寒冰值很强 可是很遗憾 一欲神火 钟城空萧嫣手掌 陡然一握 白色火焰熊熊燃烧的 格外之耀眼 将入可以击退一名 第二序列神的寒冰值 瞬间化为水流清线下 随后在白色火焰的燃烧之下 化为虚无 连一滴水都不剩 然后那壮硕男子的身形 也是狼狈地倒射出去 脸色也是惨白到了极点 他的眼中 满是惊恐地盯着前方的萧嫣 他无法想象 他这无敌手的一招 竟然直接就被萧嫣所施展的白色 瞬间给炼化掉了 在场所有祖龙族的神兽之人 原本的窃窃私欲声 嘎然而止 众多的 而是面色凝重 甚至连祖龙族那几位神长的眼瞳 都是微缩了一下 这道寒冰值的威力 他们也是知晓其 强大 但想要将其硬生生炼化 绝对不是一位 只有第三序列神实力的人能够做到的 而且刚刚所看到了萧嫣 施展出了两种火焰 前者霸道无比 后者更是能够毁灭万物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一个人的体妹 竟然拥有两道火焰急于一身 这简直就是玩火自焚的表现 可是萧嫣在他们看来 确实不然 这位小兄弟的确非常不简单 这也难怪猪龙剑是被他夺取 此时几位神长惊骇地盯着萧嫣 眼神终于是动了动 难难道 以及祖龙族在场的所有神兽之人 皆是亚裔地望着这一 这个仅有第三序列神实力的小兄弟 竟然所拥有的战斗力 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修为范畴 而且显然 不止表面上显露出来的这些实力 看其样子没有出全力 这次白探带回来的人族之人 竟然如此厉害 同样的 也有着不少雀跃的欢呼声响起 他们的目光 直勾勾地锁定了萧嫣的身上 他们先前可并没有被萧嫣抱太多的信心 毕竟他还只是第三序列神的实力 要知道第三序列神的实力 可以说在祖龙族 属于极其弱小的存在 神界基本都是生存着神 如果实力连神奇劲都达不到的话 那么基本都会被淘汰 就算祖龙族不将其淘汰 神界也会将其淘汰 所以当神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从某一些角度来讲 神界之中的争夺 比起下等级世界更加的猛烈 美料这次的战斗 结束得如此干脆利落 祖龙族那位拥有第二神的实力 也失败得彻底 不过现在想来 也没有那么震惊了 毕竟他们眼前的这位小兄弟 身怀两刀火焰 而且其中一道 更是大咒中的神物神火 如此的造诣 可谓是龙中之凤 祖龙族之中的一些 神兽化人模样的一些妖艳女子 他们的美目中 情着一抹惊讶 玄机擒手轻点 轻声难难道 这个人族家伙 倒的确是有些本事 反倒是白炭 并没有多少的意外之色 有着一抹笑容展露出来 萧炎刚刚的 这一手 那是相当的漂亮 竟然把尺度都拿捏的 刚刚好 做到可以震慑四方的可怕力量 再见识到萧炎的可怕力量后 刚刚那位壮硕的男子 也是上前对其拱手道 我输了 而萧炎则是 笑了笑你的实力很强大 如果要不是我以神火 破你的寒冰纸 恐怕就连我也不会那么容易胜 闻言 这位壮硕男子微微一惊 没想到 萧炎击败了他之后 并没有高傲 而是抱着一份谦逊的态度 这一点 怕是很多神之天骄的佼佼者 都无法做到萧炎这般气度 接着萧炎又冲着 祖龙族的众神长抱拳一笑 刚刚小辈在此 现丑了 哪里哪里 小兄弟实力非凡 并且将两道火焰 集于一身 如此的造诣 着实 让我们都震惊不已 看来下 等级世界中 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啊 祖龙族的大神长 也是爽朗的一笑 对于萧炎的战斗力 也是极为的满意与吃惊 按照他们极为神长们的推算 萧炎如果施展出权力的话 恐怕至少可以与 第一序列神实力的对手抗衡 见到大神长这么说 萧炎并没有回答 而是恭敬地 对着数位神长 微微一笑 刚刚见白探所说 你获得了朱龙剑 能否借此剑 让我看一眼 虽然萧炎击败了 他们祖龙族的 一名第二神 但是身为神兽 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势 也是显露无遗 既然刚刚已经将效果 达到最佳化 震慑了祖龙族的 诸多神兽之人后 萧炎也是答应的 他们的请求 萧炎的手掌隔空一握 瞬间那处的空间 开始动荡起来 然后一道散发出 在场所有神兽之人 都忌惮的剑光 顿时暴射而出 随着朱龙剑的出现 萧炎便是把朱龙剑 扔给了大神掌 那就是朱龙剑嘛 在场所有神兽之人的目光 都是瞪了老大 甚至有一些 还揉了揉眼睛 生怕自己看错了 祖龙族的大神掌 结果朱龙剑后 一股无形的剑气 悄然地从剑身散发出来 另的实力 已经半只脚 迈入四重天卫神的大神掌 都是赶到体内的 神兽血脉 有着一丝异常 虽然说这种异常 不是很明显 可是大神掌 确实知晓 这把朱龙剑 的确能够压制 他们万兽神界 所有神兽的血脉 如此不愧是 72大神器 排名第九的朱龙剑 朱龙剑拥有 极其强大的剑气之力 而这剑气之力 便是能够压制 他们神兽血脉 如今朱龙剑已经得手 就算是其他神兽势力 再度对祖龙族 发起进攻 怕都是让他们有来无回 在几位神掌 在研究朱龙剑时 硝炎则是开始打听起 祖龙族的实力抵运 白炭兄 目前祖龙族 是怎么样的一个抵运 祖龙族最强的 自然是祖龙 只不过如今 祖龙已隐落 最强的 应该就是大神掌 据说他是最早 跟随着祖龙大的人 实力半步四重天位神 就连二神掌和三神掌 都是对其颇为的忌惮 白炭轻声回答道 硝炎也是 轻轻点了点头 看来祖龙族 现在最强的三位 应该就是这三位神掌了 大神掌半步四重天位神 二神掌和三神掌 实力相当 皆是三重天位神 如此的强大抵运 已经远远超越了 此前上古圣地之中的 那几大神势力 如果祖龙在的话 则是直逼超神势力的行列了 那么除了神掌其他的呢 硝炎再度好奇得到 神掌下面就是一些 族中的精英和核心强者了 他们的实力 可都是天位神 一重天位神 和二重天位神 再下面就是和我一样的特使身份 以及族中之人了 实力皆是 序列神白炭 也是将祖龙族目前的综合底蕴 讲给了硝炎听 硝炎沉默了片刻 心想着 这祖龙族的底蕴 也实在太庞大了吧 一族之中 竟是就有着 如此多的天位神 玄机无奈的一笑 这祖龙族 道不须万寿神界的 三大神授势力之一 大神掌确认 这的确是猪龙剑之后 也是一声大笑 然后将猪龙剑再度 丢给了硝炎 后者见状也是 伸出手掌 将其稳稳地接住 随后传来大神掌的 开心笑声 小兄弟 还真是难得一剑的 神智天骄 不仅实力之强大 就连这等神器 都能够将其获得 真令人羡慕 虽说白炭带回来的硝炎 拥有猪龙剑 但是这毕竟 也是别人所得之物 虽然他们祖龙族 目前非常需要猪龙剑 可是并不会做出 直接抢夺他人之物 不过硝炎 也听得出 大神长话里的意思 则是微微一笑 然后刚想开口说话时 突然整个祖龙族 都是一颤 这是因为他们的 护族大阵 正在被强大的力量 所攻击 不好 有外敌入侵祖龙族 族中核心强者 随我一同前去看一看 大神掌话音一落 便是率先朝着一处 天际暴力而去 白炭 你照看好这位小兄弟 我等去会一会 究竟是什么神兽 势力如此胆大 二神掌和三神掌 抛下这句话后 同样紧跟 大神掌的身影 化为流光闪电般的速度 飞行而去 随着三位神掌 以及核心强者 离开此处后 其余的族人 则是脸上 挂着担忧与紧张之色 显然他们 也在这段时间 受到了不少外界入侵 只要护族大阵 受到攻击 他们都会处于 极度的紧张感 萧炎兄 你在这里等我们 我去看看情况 白炭此刻脸色 也不是很好看 毕竟这关系 到祖龙族的危机 自然不能躲在这里 作为族中特使的身份 那么也要站在最前线 白炭刚想破空而去 萧炎伸出手掌 搭在了白炭身上 白炭胸 你不要忘了我 可是传承了 祖龙血脉之人 而且 当初就答应过 祖龙我会守护好祖龙族 现在祖龙族遇危机 我自然不可能会袖手旁观 听着萧炎这么一说 白炭也是一笑点点头 按照萧炎所说 这也是 没有任何的毛病 然后两人相视一笑 同样也是朝着 祖龙族的大门处 急速掠去 祖龙族的入口处 四周可以清晰地看到 若隐如现的巨大屏障 这道屏障 正是祖龙族的护族大阵 其上散发出 无比可怕的能量 就算是四重天卫神 一时间都无法攻打进来 这也是祖龙族的 最强一个底牌 如果这段时间 不是这护族大阵启动 可怕祖龙族 早已经被其他神兽势力入侵 必定会引发激烈的大战 甚至虎视眈眈的 其余两大超级神兽势力 也会届时一并 将祖龙族彻底地 在万兽神界出名 所以在万兽神界之中 群龙无首 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就是神兽之间的战争 比起外界 怕也是相差不多 如果有祖龙坐镇祖龙族 根本就不需要将护族大阵施展 可毕竟 此时确实已经动用了 这道护族大阵 就说明 祖龙族怕是已经处于 如果一不小心 就会被其他神兽势力 彻底的侵占 就算祖龙族的底蕴再强大 有没有祖龙坐镇 怕也无法做到 双手抵挡四手之术的定位 此时可以看到 护族大阵之外 悬浮着无数道身影 而且在其后方 还有着体型巨大的神兽 他们皆是 已经化为神兽之躯 进入了战斗状态 要知道万兽神界中 神兽化人 其战斗力也会有所压制 而一旦从人形化兽形 那么其威能足以能够山崩地裂 天地独为之震撼的程度 战斗力都会彻底地飙升至极限 看着如此多数量的神兽 看来 今日对方怕是已经要与祖龙族 进行生死之战 护族大阵之内的上空处 也同样有着诸多道神兽的 巨大身影 悬浮天际 在最前方的 便是刚刚急速赶来的大神掌 以及二神长三神掌 身后就是祖龙族的核心强者 他们都是天位神的实力 他们都是祖龙族的核心战力 而且这一次祖龙族的三位神掌 全部出现 此次必定会发生一场大战 又是你们 穷奇异族 为何其他神兽势力最近 不对我们祖龙族发起进攻 反倒是你们穷奇异族 可谓是对我们祖龙族念念不忘啊 祖龙族的大神掌立和道 看着护族大阵之外的大规模阵容 似乎已经猜测到对方的意图 他们想要彻底地剿灭祖龙族 顺势将其取代 让他们穷奇异族 成为三大超级神兽势力之一 哈哈 祖龙族的沈大神掌 还真是一语就中了 没错 我们穷奇异族的底蕴 可不比其他神兽势力弱 反观我们的凶狠性情奇霸道 更是让很多神兽势力都闻风丧胆 只要今日我等将你们祖龙族彻底灭了 就能够成为三大超级神兽势力之一 护族大阵外的几位 同样是族中神掌们的老者 目光冷冽地瞟了瞟大神掌几人 见到对方这般大言不惭 祖龙族的二神掌气声音 也是几位的低沉下来 你就凭你们这些神兽之人吗 想要灭了我们祖龙族 你们怕是 今日过来给我们讲笑话的吧 是有如何 今日你们准备灭族吧 对方几位神掌发出阴险的笑声 哼 也好 那么我们将你们穷其一族 彻底的除名在万兽神界 除了你这位重大神掌 是三重天卫神的实力外 其余神掌半部三重天卫神 和二重天卫神的实力而已 这点实力 怕是连我的一招都挡不住吧 祖龙族的大神掌 身为半部四重天卫神 其实力自然极其强大 在大神掌在说话间 身边的二神掌 以及三神掌的心中 对于这穷其一族 也是极度的愤怒 这段时间里 他们穷其一族的 不仅是明面上与自己对抗 在暗地里 也是一直对抗 今日又对祖龙族如此做法 还想要灭他们祖龙族这些怒火 今天倒是可以彻底的 发泄出来了 沈大神掌 你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吗 虽然你们祖龙族群龙无首 但是其底蕴依旧强大无比 族内又有你这名半部四重天卫神 的确仅凭我们的底蕴不够 如果加上我们的族长呢 带头的这位穷其一族中的 重大神掌 阴森一笑 带着粗犷的语气说道 哦 你们那位一直不出山的穷其 终于等到这一刻 要出山了吗 祖龙族的沈大神 掌一听到这位穷其一族的族长 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张之色 因为就算是穷其亲自降临 也无法压过自己一头 这么好被压制的话 祖龙族也不可能是 三大超级神兽势力之一了